各位觀眾 阿秋無人記的AI 創新應用現化中心別前來拜 各位觀眾 翁張梁和立委 蔡依宇和 丹民文上人 共同堅持到立宿性的一切 各位觀眾 請先為全國最完整的無人記三夾的阻落 聯發中心規劃設立的新創園區 聯發檢驗基地 考照廠 無人機學校 以及國家競技場 目前已經有20家廠商及相關的單位進駐 這也證明在嘉義縣設立聯發中心 是獲得我們產業界的肯定與支持 總統選員文表示 最近來無人記的應用 從早期的休憩五路 延伸到現在最嚴重 農業 加國縫定各界的利用 要讓全世界看到無人記的重要性 去嘉義縣長 翁張梁表示 從中心改拜 台北的無人記的三夾正式來到第二嘉義 未來中的發展第二句 比特幻化七時 先算公認這個比國家級的三夾阻落 嘉義的整個的所有的發展 即將邁入到一個新的世界 大家一人永遠會記得 9月5號 蘇貞昌業長來宣布科學園區 今天8月13號 永遠會記在歷史裡面 他參謀到價位台宿科也來表示 無人記的應用是相當公煩 信和也很重要 5G的發展已經是相當普遍 它台宿科這幾天就重新應用 剛才在香港 風災的信和體制之外 最近來也拿到壓省的便利感控 對空中來背到落地 我們是未來發展的苦逝 南天新聞綜合報道 隨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